汽车被风吹得一团乱 堆叠在一起还引起火灾 兵库县西宫市沿海的二手车拍卖地点 停放约一百辆汽车失火之后烧得焦黑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跟台风有没有关系 还有一艘邮轮被大浪卷上分隔岛上 船身断裂 风墙浪大 船只在水中随风飘 河水不断地拍打到路面上 燕子以中台的威力登陆日本 在本周造成严重灾情 关西地区的兵库县 神户市 大阪府和京都府 都在燕子的暴风范围内 关西机场狂风暴雨 周二中午就关闭 所有设施到了下午三点也全都停摆 2591顿重的邮轮撞上了机场 和全左野市3.7公里长的联络桥 11名船员全都平安 尤其关西机场就位在大阪湾内 是一座人工岛 启用24周年的当天碰上了燕子搅局 夹带每小时最高216公里的风速 掀起狂风巨浪 关西机场两个跑道中 一个淹水 货物储存等设施 里里外外淹水50公分深 机场的天然气立刻暂停 避免外漏引起火灾 根据NIHK报道 约2600多名旅客困在机场航下一整夜 还有350人住到了旅馆 当地时间周三一早6点半开始 用渡轮免费运送旅客 每趟花半小时送往神户港 京都车站内屋顶也不断地有物品杂落 和歌山县也是风雨交加 燕子目前威力 减弱为温带气旋 台湾时间上午4点左右 在北海道的李文岛附近 以每小时85公里的速度 持续往北北西方向移动 大约新闻许书妹编译